日间奔生活忙工作 月夜寻温暖找温情 越来越多居江仿江游江的人们 选择在冬夜看夜眼品夜宴赏夜景 夜的新疆在冬日的天山南北鲜活绽放 12月20号晚20时 夜幕下的乌鲁木齐新疆国际大巴扎灯火通明 人头攒动 气温已是零下十几摄氏度 但并没有减少游人的兴趣 五彩的花灯将步行街点亮 广场上的游客跳起欢快的买些Live 走进大巴扎的美食街 羊肉串 烤鱼 烤蛋 散发的香味扑鼻而来 琳琅满目的新疆特色手工艺品 引来游客驻足 全天开放营业以来 歌舞表演 艺园美食 打卡送券等一系列活动 这里成为人们夜间闲散的好地方 因为我成都过来成都那边十多度嘛 到这边宁夏十多度 我看大家热情还是非常高啊 跟我们这个寒冷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晚上还是可以欣赏一下新疆的这个美丽的夜生活 我觉得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大巴扎这块吃的跟玩的都还挺多的 下班之后跟同事一起过来玩玩还是挺不错的 夜市是城市夜晚最明亮的地方 弥漫着烟火气 石香气和人潮涌动的乐趣 远在南疆的阿克苏夜市一样人气爆满 在囊包肉摊点前 阿布都拉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妻子阿兹热鼓励忙着招呼客人扫码支付费用 结束了一天的繁忙 人们在夜市里一边品尝美食 一边观看歌舞表演 感受当下美好的生活 我们的生意特别好 我们每天五六千块钱 我们很高兴 已经是二十一时 很多的滑雪爱好者踏着夜色从雪道飞驰而下 滑雪爱好者马昭介绍 夜滑不仅是一种滑雪方式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在灯光照射下 夜长雪道别有一番景象 身心得到的放松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夜间滑雪 滑雪的心情也特别的舒畅 我们升级了多项的设施 开设了十余种冰雪游乐项目 我们希望国内外冰雪运动爱好者 来到新疆感受夜间高山滑雪的魅力 但二十二时许 在乌鲁木齐某购物中心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体 成了消遣的又一去处 也带动了商场的销售量 整个的营业时间是在之前的基础上 人体延长了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会民活动 像夜间观影 我们大概比对了一下客流 可能是上升的在一个百分之三十左右 晚二十三时 在新疆沙亚县某生鲜超市 店家开启放假模式 大到各类食品 小到调味料 我们的客流量也持续增加 下午七点到十二点钟 尤其这个时间人是最多的 我们针对这个情况也推出了特价的蔬菜 特价的水果 还有特价的商品 新疆还将持续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提升全时段文旅服务功能 借助百姓千味万箱美食优选推荐文艺晚会等系列活动 让夜的新疆持续散发独特魅力 让更多的人感受与众不同的新疆